另外在工商新闻方面,位于艾尔蒙地的假日酒店,日前举行了盛大的正式开业庆典活动。 2月8日,位于洛杉矶华人社区Valley大道的假日酒店,举行了盛大的正式开业典礼和剪裁仪式。 艾尔蒙地城市经理Alex Hamilton,警察局长David Reynoso,经济发展总监Mintai,市长Andrew Quintero, 国会众议员Grace Napolitano,参议员Ed Hernandez,罗杉矶郡督督察Hilda Solis, 圣盖博士士议员廖清和等近百名各界人士到场祝贺。 艾尔蒙地当地官员在致辞中说, 假日酒店的开张对艾尔蒙地市来说是等待已久的商业机遇, 希望能够带动当地经济增加就业。 酒店负责人张孙芳表示, 希望在接下来用服务和业绩说话, 为市政府和州政府带去可观的税收, 彰显华人群体的力量。 这个酒店有133个房间,有40楼, 然后一楼还有这个华人比较欢迎的一品箱餐厅。 所以这个酒店我认为是在St. Gamble Valley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点的一个hotel。 假日酒店土地规模14万平方英尺, 酒店楼高四层, 二到三楼有133个高级房间, 一楼配备中餐厅、西餐厅、 大型宴会厅、包房、餐厅, 多个区域配备LED大屏幕, 适合婚宴等各种酒席宴会。 我们一共有133间房间, 另外我们有5个meeting space, 大小宴会或者是餐厅、 公司酒会、演讲, 各式各样的活动都非常适合我们的meeting space。 欢迎各界人士都来洽询我们。 酒店市场定位主要服务华人市场, 部分美国市场, 其中位于酒店一楼的老牌干锅店, 一品香锅将给当地居民和旅客 带去道地的中国口味。 现在呢,刚刚进入了那个Hallet Inn, 就是开了旗舰店, 除了老的那个干锅品牌以外, 新增加了一些海鲜啊、川菜啊, 这就是香菜啊, 符合各界人的口味。 据介绍, 假日酒店2013年开始规划, 17年底落成开业, 地理位置位于华人社区经济最发达的Valley大岛, 北边是被誉为中国人的比弗利山庄的亚凯迪亚市, 富裕的San Marino市, Temple City市, 西面街商圈秘籍的圣盖博市, 罗斯密市以及阿汉布拉市, 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凤凰博市路蒙,林汉晴, 洛杉矶报道。